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孔子的前半生他是肯定天命的存在的 孔子说五十有五而至于学 三十而立此是不获五十而至天命 那么对于天命这个说 其实孔子是有点后悔的 说五十岁我才知道天命 根据史料的记载 五十岁的孔子他一心想要恢复周理 他游历四国 可是却四处碰壁 甚至最后孔子就嘲笑自己 说自己惶惶如丧家之犬一样 那么再后来孔子的学生 商区他提醒老师说 老师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周易 那么看了周易之后孔子才明白 原来天命不可为呀 他就感叹 他就说如果让我再多活几年 我用五十岁的阅历 再去学习周易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有大过错了 对于天命 我们可以相信 但是你不能完全的认命 第二说为大人 在周易当中有一段这样的解释 对于大人 什么是大人呢 就是 是大人者 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名 与四时合其婿 与鬼神合其胸疾 也就是说大人的德行 要跟天地日月四季还有鬼神 都契合在一块 这四点都存在 都匹配 这才能够称得上是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大人 最后我们讲 圣人之言 我们为什么要敬畏呢 我想这个应该是最好理解的 因为他们都是古代先贤 留下来的一些智力名言 我们可以称他们 我们可以把他们理解为一种 一种权威吧 这是他们对于我们人生的一种导向标 那么对于这些权威的这些话语也好 词句也好 我们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这样理解的话 我想我们就很明白了 那么对于这一些我们自然而然 我们要感到敬畏 说到这儿呢 我想起来了葛延连毕这本书当中的一句话 金兰先生对于古代学者做了一个总结 他说古文学者得以善言赋予其身 说古代的学者能够获得别人的赞美跟肯定 那他肯定是会这个全身心的这种身体力行的去提高自己的修养 就像是孔子一样 可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人做学问呢 当我们收到了一点点小的成绩 当我们有一点点小的作为之后 我们会特别喜欢别人毫不吝啬地给我们赞美 甚至呢是希望把这种赞美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让全世界都知道 甚至我们还会很多年轻人 他们会在自己 他们会自不量力地去 不分轻重地去挑战权威 那么这是不是需要我们每个人 去好好地反思一下自己了呢 好了 我今天的视频分享就是这一期 欢迎大家积极地关注转发或者收藏评论 我们下一期再见